欢迎到《沃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末日 今天是2023年10月28日 2023年最后一集 应该啦 虽然大家出街应该是过了年很久了 那倒是啦 这是《沃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ACG新闻 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光顺 今个礼拜呢 虽然年尾的新闻都排山都可以涌来 就趁着过年双所有新闻都出了日本人 而且我们还要是圣诞自庭延期了一点点 所以你见我们今天来 放了圣诞假 所以新闻相当多 没有浪费时间开始 首先就是其实有点意外的 公义的真手就在12月21日宣布离婚 他很早结婚了 十几年前结婚的 当时有句说是逢子成婚的 现在如果他离婚的话 那个儿子也十几岁了 他就没有说到为什么要离婚 这样就不知道了 这个东西就不推测他了 也不觉着有什么流传的八卦消息 他太太保密得挺好的 但是我硬是承认我们新闻报告 他结婚了为什么 很久很久很久了 因为他没有说过 没有理由的 但是我们没有做15年 我们是10年而已 没有啊 他没有说过 因为他结婚当时是很意外的 因为他结婚的时候 他说是当红的年轻男星优 因为他那个情况是没可能这么早结婚的 所以他当时的结婚是挺意外的 所以现在OK啦 反正有一句他也很年轻的 那新闻消息啦 这个100级组 搞二期 怎么说呀 这套 挺特别的 一套 后宫搞笑 剧 应该这么叫啦 那他 他议期呢 就有点点意外 老老实实 虽然呢 就有些人提一下 但是 其实又不是真的那么红啊 不过 可能他原本就 以他现在宣布议期的话呢 可能他原本已经有想过 有想过做议期的啦 所以 都不是什么 另一个呢 就是 动画的最终章 这个就大家都猜得到啦 因为 文画完了 这套东西一定会做下去的 这套东西呢 我只能说 我期待错误啦 是我的错误 大家看得很开心 因为我看到 听了 我只看了第一期 后面越做越夸张 我想已经 不过就是这样 大家明白的 他就终于 既然漫画完了 他都 动画都制造了 最终章的一季 应该会在 这些年内 今年内会出的啦 应该啦 不是这年是指24年 不是指23年 我们这年才还几天啊 OK 那 还有一个呢 都是出这些项目的 我们之前说 动画法也是没有提到的 那现在 要播啦 那就是这个 《水上不知的战据妖狐》 应该就之前没有提过 所以我才 mình 芳芳蕾蕾我不是肯定 比较不太受欢迎 没那么热 谁说不知这个名字本身就已经是冷本的代名词 但是它的作品是真的优秀的 我之前赚了很多年的《行星与共》 《Penemirith》就是它的 虽然那一套是他写剧本然后直接播的 这个就是他画的漫画 这条小子基本上你认识的 我没见过有腐皮的 最多是没人认识或者不是reputure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期待一下 而且他一来就...1月10号就播了 而且一讲就一来三季 很大胆啊 三季这年头 以他的名字的话我觉得应该不是问题 只要制作了没有炒粉就可以了 因为之前就只说了一个动画 现在就出了一个Kiwi Show 告诉你我们会做三季 一讲就讲到三季 有些其实都是一天来两季的 之前约司都是圣诞新年休 一个星期之后就播第二季 但是他之前没讲过两季的 虽然你也猜到他可能是两季的 这里就直接讲到你明白 接下一个就不是说明的 应该是爆料传出来的 应该爆料但是不意外 你会做我完全不意外 我甚至说你不做我才是奇怪的 我推下一次拍真正电影版 女主角阿爱是丹荣非鸟 爱九爱海就是英正海音 刘美伊就是祥主 有卖街乐是原赛丽华 这些东西很容易爆出来 因为你始终要乘成数 像是在那里拍 除非你是有个很大的状况 全部都在厂房里面 厂境而已 不然你很容易会被人捉到 尤其是 还有你的记者是专门跟开明星的 几个明星突然走去东映拍戏 会不知道什么 没可能的 对呀 真人化之后会搞成什么 你知道 我顺便顺便是 这个 英雄白书出来了 真人化出来了 出到来 有人说OK的 虽然那个录像造型很凹嘴 但是有人看过说OK的 画面上很不OK的 可不可以说很不OK的 勉强吧 看你接不接受到那种 我们之前有提过 我之前有提过 日本的真人化 问题就不在于改编剧本 虽然这次就有些赶火车 不过你也猜到了 这么短要说整个第一季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好像一群gotspade打架 我觉得这个反而不是太大问题 不要看 出气啊大哥 你那一刻会很出气 gotspade又不一样 我讲过几次了 gotspade你只会放一支键在拍照 你几次都可以 但是一拍戏的话 你又要动 记录卡东西有任何问题的了 这些 这些游戏相关消息了 这些是我有买的 我就是在thisideline里买的 就是Liu工坊出的第二只L game 又是用RPG skill做的 全名应该怎么读呢 就是什么 歌元旧地有母猪大师 就出先版了 总之就是L版的Pokemon 你这样理解了 虽然就说 应该这么说 当初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挺意外的 以前都说过了 意外地挺正劳 故事是挺正经的 尤其是当你知道 这个Nio老师那些超重口味的东西 就说你发现了什么事 这么干净 就不是你的风格 顺便一提 这个游戏是出了DLC1 DLC1就追加了Bed Ending 就真的好Nio老师的恶趣味了 这游戏只是DS 都买了百万只 算是超欢迎的 接着是一个跟进来 我们之前新闻有提过的 有个Hacker就Hack了GTA的资料出来 现在它正经出了 但我们回到前面Hacker的部分 因为这游戏其实是我们本国民 英国的鞋客 他厉害的地方是 他最终是怎样Hack DLC1的资料出来呢 他那时已经被警察拉够了 拉完之后 他又不是直接拉他进去拘留所 他是叫软禁 在酒店里面 就不可以出去 当然是没收电脑 他只有手机 然后加上酒店里面 有时会有一些电视盒 这个应该是Amazon那一件 他只是靠这两样东西 那就Hack了进去WhatsApp的伺服器里 流出了一堆影片 现在就出了判决了 那就判他医院令 医院令应该我印象中一定是终身的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 直到你可以放出来社会 才会放他出来 因为有 怎么说呢 一般医院令通常就是他会伤害别人 这些会斩命那些 先说一下这些 这些痴线 我也很少见的 有暴力倾向 不适合在社会里面 继续留在社会里面 这个里面其实在说的是 如果你不放他出来的话 他很快就会继续再赛 他很厉害的 而且他就 他不知道他是自闭症 是什么 我不记住了 就是严重自闭症 对了 而且还有攻击性 所以他最初是没有做 没有受到审判的 是法庭判了 因为就是 有很多种状况之下 不适合法庭审判的话 是会直接不审的 其实理论上你可以当无罪 但是他另外又判了一个 医院令给他 还大事 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 但是我也是这样 有点可惜的 有这样的能力 大佬拿个机顶盒 就吃掉了 三个伙伴 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豆腐 但是 你想想用机顶盒都可以吃掉 如果他可以 可以用在正途上 你知道很多黑客最终都去了保安 做了一些地方 或者是在迪北 真的贡献社会 有点可惜的 虽然你可以说他在精神病院 还可以做这些东西 主要就是说他的行动力太强了 你想想 已经删了你去酒店里 你都可以吃东西 有网络的地方 他就可以犯罪了 除了精神病院 很难有地方开 如果不然就要入监仓 而且又自败又暴力倾向 入到监仓 其实对其他人都不好 所以判医院令 我觉得是合适的 但是有点可惜而已 接着也是 监仓相关的东西 不过应该这件事就很少人报 因为很少人敢报 枉纨纨纨纨 Magn as X 不是hte MH спас 是玩戏鱼威焦 преступ 玩戏鱼威的公司 相当 hash的国家 大型那间公司 illar 开发商她没有 mac 첫 发商 bed 就是他 直接说三 t 他在AYAX机下1 有很多公司的嘛 他帮忙问你开发蜘蛛人 总之他们的爆料是往后十年 我不知道电影十年是否算长 游戏的话虽然可以做十年八左右也不奇怪 但是他这样的计划也挺多的 照读吧 《怪兴章》出来了 25年是猛毒 26年是金刚罗 28年才出了《知诸人3》 29年那套不懂 拉哲特尔克拉克不懂 30年就是X-men 他计划到30年 虽然你也想到 有少少当他是电影那样出 虽然我觉得 二间公司的往迹来说 其实好像比电影那边好 你知道近年 有一个是不同的 虽然阿杰不是很欣赏的 但是看一出《怪兴章》那边 一代和二代的进步都不少 最少流畅度 那类画面 看下去 我没玩 因为看下去是不错的 最少会好 因为英国的风评会比电影好 总之 其实他还爆了很多东西出来 但是我没有几百万 200万美金 去拍档案 我又买不起了 看看会不会有人再流多些东西出来 现在流出的部分 就是什么 通常这些东西 会给一些摄像给你看 这些是这些资料 那些是 片花 等你可以认为 这些是真的 我听到的东西 会流出一些东西 我刚刚说过 它流出的部分 剩下那些 就看看他被人买了之后 那条铁仔买了 会不会公开 不公开干什么 他可以自己知道 然后比如说 竞争对手买了下来 然后知道对方的规划 神经病 说真的 这些东西 如果竞争对手买 不能买的 一旦买了 在一圈里很快就知道 这些东西有多少人知道 那我们年底 年底除了去打机 还有什么 撿垃圾 清垃圾 搜冰箱 我们的手榴天专 我不肯定是否只有这三个 我看到有三个 可能不似的 那分别就是这个 降临呢 就是降临Mobile 还有一只 什么Kiss 这个 就是 还有一只就是这个DQ 的 我不太懂DQ那些 炸头的游戏 你知道手游天圈之下 足够他 总之就是 三亿一年货 只是手游戏 不是 DQ好像是接国制服 而且玩了三年 算是这样 不过DQ 虽然DQ出了几只手机游戏 很难做 现在手游戏 现在手游戏 市场已经饱和 直接停滞 就是 你新游戏很难在市场里 捱下去 现在流下来的 全部都是老东西 三五七十 怎么捱下去 老到什么 但是 现在还在玩 还是不少的 就是老东西 现在手游戏三年 虽然在本社比来说 一年算是这样 之前我一年前见到有朋友 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我想起来 你喜欢 有时候有些东西 开心过来就行了 他都明白这些东西 怎么接法 捱到一年算是你弱的那种 对啊 好了 今年我们可以 虽然我们回顾 已经是过完年才会做的 因为我们跟其他人不同 就是我们是坚持要过完年才做年度总结 就是因为你知道 我们 你看看我们今个星期 这么多生命就知道 未到结局 你都不可以知道 会不会再爆些大大东西出来 不过呢 今次就不是外做的 这个就 就有一些游戏网站 Meta Clinic 就做了2023年 十大纳特副术游戏 我铺起来前提 所以今年 其实优秀的游戏非常多 你看Gamma Year 但是欠到什么 你就知道 但是垃圾镜头很多 应该是四大天王有五名 其实我没有玩过都听过的 魔界Guru 有人吵扑扑街的 这个时间上是比较早的 所以大家都以为它应该是年度烂游戏 谁知道我跟这个年度优秀一样 在这里里面 每一只 我觉得摊开做平年的话 每一个都可以拿到年度烂游戏 不过它们要放在同一年出 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 01年那时因为没有费 它们的游戏进度 全部被人打到慢了 不断延期性 你知道游戏一延期 就高级率出烂游戏了 延期有两种可能 一是就超大作 一是就超难作 通常是猴子 所以变成了今年 优秀的作品有很多 劣的作品有很多 因为它将二年和二一年的东西 全部延过来二三年出 我估计应该是这样 续续来说 古龙头是那些 浅很多 野心很大 但是你自己眼高手很低的作品 然后呢 第二只Festback 2 不知道的 老实际上 我认为这个 其实都是一个 吹大了的部分 但我的部分 吹大了就是 期待和落差 这个烂不是真的烂到很劣绝 你看到和其他相比之下 其实它不是非常烂的 不过大家期待 因为它是第二代 它当年的第一代 标准太高 而且还在说 当年的第一代 是20多年前的事 那时候的回忆总是未好的 有些回忆加成 变成当初的比较标准太高 而且大家的期待太高 结果出来 就有些像363那种烂法 363是否真的非常烂 烂到跌地不是 但是大家期待 不是这样的东西 明白吗 第一代是这样的东西 它的烂是这样的 是落差 接下来的 接下来的 第三个就是 Gray Hill Incident 灰谷事件 这个是怎么说 它是真是烂 真是烂 但是它的烂 烂得是由情有可言 做一个前游戏 或者它烂得是情有可原 或者是可以理解 不是情有可原 可以理解为什么 它其实就是 大哥 不要当我们是什么生气大作 好不好 没有人当它是生气大作 但是还是作为一种普通作品 它都说是 继续规模很小 如果号召全程 认真正正做出来 差不多就是这个款 你可以这样理解 它只不过是 它没有眼睛 它真的是手太低了 你知道现在做游戏 其实很困难 你这么少人做的东西 它做了这些东西 所以都稠稠的 游戏本身是稠稠的 所以它加上 那也拿到第三名 大家都有点狠 有点狠 跟其他车 第四名 就是量子不差 クラウトムエラ 这就不好意思 我不太熟 第五名 就是遗迹高人之序 Testment the order of highly human 读合制作室 是没所谓的 因为这些比较少人制作的游戏 作品质素很低 我觉得是 我说理所当然好像太过分 但是不要这么苛刻 这么说 就是 独立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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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很高 我拿出一张劲卡 你也跟我执机 只要是这两样 再加上你的游戏 没有什么 令你游戏卡死 玩不到的笔 你要明白 很多大制作都有这种情况 那我就已经是 不会给它太差 不会说它睡作的评价 不过很明显 这个评分 你知道香文是这样的 我懒得你 是什么 你收得我的钱 就要做好游戏 它是火种的问题 它不会额外地去体谅一些世界上 我觉得你看到这里里面 有几只都是独立游戏 还有其他的典戏 包括了 Epic独占的 大家一定没玩过 Rocky Sissy 法外骁虹 尹实成 接着是漫画的隔斗游戏 《地狱蓝雀》 《华尔德之网》 接着是动作游戏 《射五德合导团》 ZIGA的鹿8钢神 和迪士尼的夜行陈龙重制版 我只是说我认识那些 法外骁虹那里 我觉得它是未完成 但是就订了出来 它是未完成 如果它肯继续的话 我觉得是有得够的 最少这只应该有得够的 反而没得够的应该是SEGA那只 虽然我知道大家今年 只是今年踩SEGA已经踩到很难多次了 真的很难说 这只鹿8最大的问题就是 好像很开放 但是所有东西都恨死你 但是它做出来就很机械性 它是那些没钱制作 很明显是穷酸臭味 结果很多东西都是随便做的 即是你没钱我还理解 但是你还要没钱再加 随便 还要你是大厂 最少是名厂 我对SEGA是特别的不宽容的 因为很简单 你曾经有这么多的优手制作人 你有资金有成 你搞成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是不可言输的 就算反过来 或者说你上面 不知为何比资金很少 你们这么有经验 没有理由会做这些 它又不是像那些新手制作 或者小人细络的东西 它是真是懒 它给了很多对话出来 而在这里说一模一样 很多场景出来 但是这些场景都不阻挡着你 你的编剧 我不知道编剧就是想什么 所有东西都是毫无合理性可言 整个东西是超错 错了 什么都是错了 画面就梦回PS3 我真的很难理解 为什么会成这样 如果这东西不是挂着SEGA的名字 我觉得是没有人来的 就算了 就算了 SEGA的东西是这样的 还有两个 刚刚没有上榜 是因为评分不足 一只就是浩劫成席 因为他刚才没什么人买过 而且应该这么说 这只游戏不算完整游戏 不是PS3 而是PS2的画面 那些是PS2的画面 就是PS2后期的画面 都可能比它更漂亮 你怎么在2023年出这些东西呢 独立游戏都不会出成这样 独立游戏都不会出成这样 独立游戏都不会弄成这样 这一年都是大爆发的一年 今年 我估计纯粹就是今年 下年应该会稍微缓和一点 可能也有不少好作品 因为你知游戏一燃 就可以燃两三年 年底统计 还有另一个年底统计 一些比较有趣的年底统计 就是买了没有画 纯粹是放在这里 或者买了图片 有很多的 先说比较常规一点的 就是最多人的平台 第一名是PC 其实是废话来的 大家有多少部PC PC还PC 主机还主机 PC和主机的两部 是大概相似的 我印象中是 PC那边就算是PC 但是主机那边 要斩开这么多部主机 你就知道 第二名 大家有毫无疑问 是Sweet 第三名 可不可以叫毫无疑问 算是 PS4 正常 合理 到今年为止 依然是PS4比PS5 第四名是PS5 第五名 不好意思 不是XBOX 是P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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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算了 EV就 都是上一代 这个我反而有点惊讶 因为它已经将Zero X和S 都不过BPC 我印象中 XBOX玩家转世世代 比PC上快速 因为没有那么缺货 但我印象中 去年前年 COS COS 都是有缺货的 没有PS5 那么疲借 可能是有这样的影响 可能是随样偏差 我真是很认识的Xbox陣型的机器 全部都上去了 可能随备后影 下去的全部都是旧机 这就不用说了 算是意料之内的部分 有点有趣的就是买游戏不玩 首先第一名就是毫无疑问 TGA年度游戏拍摄支门3 真的一点都不奇怪 基本上名气越高 买了不玩的人数越多 或者是开了头机 放在头机 拖起来很多东西 因为它分开了两个名单 一个是买完之后开都不开 现在是说开都不开的念头 第一名是弗洛之门 第二名是萨尔达 第三名是佛格华兹 第四名是巴克什 第五名是萨尔达 我觉得最出奇的就是萨尔达 现在是买的吗? 我以为全部都是用Game Pass玩的 这只应该是Game Pass玩的 我不知道 可能是人们预购那类东西 前面那三只都是名大 反正瘦众多 瘦众多就会有这样的人了 饱吓食我才是我心目中最有可能第一名的 其实很多人都是当买属罪券 大家明白的 当年玩老翻 现在看他出重制版 哎呀 买了先啊 还有中途气坑的魔戒和King Kong 那你都想得到了 这两个东西呢 用百分比来算的 玩得完的那些呢 除了是那些要做影片的YouTuber之外 我真的没有听过任何人玩得完这东西的 有些人好奇有多烂啊 不要玩啦 大哥 你玩完它是一种折磨 所以他在这个气坑 list里面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还有这个原子思心 这个原子思心就要直接拿出来看一看 它不是差 不过我好像之前推出的时候也有提过 这个游戏本身有两个东西 首先它本身不是差的 但是被某些人吹到上天 主要就是北方轮角啦 原因应该是因为跟苏联相关 那个脈絡大家应该理解了 不用我再解释了 但是游戏本身前面是不差的 但是后面呢 可能因为前面用得太多不值 我好像提过以前 到后面呢 它不断重复用回以前之前做的东西 变成就是前面的体验是良好的 但是到后面 又是你啊 那些挂又是你啊 那些解迷关卡又是你啊 全部都是熟口熟面 好像可以在弄一样 然后最惨的是什么呢 它的DLC也是今年出的 一样是继续弄之前的东西 出了新武器 你最终都是用回旧武器 所有前面好的东西 它又做不到 很明显就是 前面都烧掉了你的预计 后面就随便做 可以重用就重用 重用不到都不想新东西了 变成前后 就是玩前面你很开心 玩到后面 算了不玩了 玩到后面我开始刷 所以这个是直接拿出来看看 这是一个挺有趣的 list 好了 去到其他小消息了 首先一个新市的被捕 卫南式法则 我依然是说我不明白 它硬是要加个位置 到底哪里的位置在哪里走出来的 算了 这些东西 真的 你可以收拾这些东西 OKOK 总之这个游戏出的时候 是位是小 现在也有不少人玩的 但是这个新市就要失望了 它在欧美版出的时候 就和諧了 欧美版和諧大家通常就不会很理 问题就是大家最害怕的 其实就是它想某个平台而和諧 会不会辣到本来不和諧的版本 结果就是会的 连对现实 这个主机版的底衣 正常是普通戴巴 就是潘池那类的衣服 它强制变了运动来衣 然后它还要把遥语功能取消了 就是这些 我 就是这些鬼一旦 开到鬼佬世界 就是我们不是今年的了 上年不断调足够的票 就是其中一件就是它 就是它导计所谓的政治正确 或者SJW相关的东西 就是 大哥 摇个月会死死吗 你既然是做了底衣出来 那你让人看到有什么问题 会打新的吗 但是同一时间他又比你穿比基尼 比基尼基本上跟底衣没有分别的 遮盖面积 日本人奇奇怪怪的东西 其实不知道算不算意外 人龙8就下个月未出 2024年 现在就疯狂地做宣传 现在人龙公司价格华山昌二就确认了 人龙8是不会上Export Game Pass 你要付钱买 也跟我说Export Pass不用续了 直接输某个 他说的是不用为了你赶 Game Pass 可能有人只买一个月打完这游戏就下班 他言下之意就是 我这游戏很长的 你玩一个月都玩不够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虽然就算是为了单一游戏 两三个月其实都是大型的 之前我们都说过 Game Pass 一年才是等于一只游戏 一只大作的价钱 人龙我记得人龙8好像没有 你玩多个一只游戏 你一年都应该有 一年我不信你玩不完人龙吧 你估计某些人吗 我人龙七外转 我是用PASS玩的 因为他其实都很短10多个小时玩完 一般来说人龙系列其实是30个小时左右 剧情主线 我玩人中目穿热 刚刚爆机就40个小时 没有追求女孩 没有玩小游戏 纯粹是叫做什么 清了有剧情的部分 这样不算 应该不可以不算 这样不够玩完这游戏 不算是玩完这游戏 我知道只玩主线的话 一个星期应该够了 问题就是你还有很多CAT卡东西 现在人龙有一个很恨人的地方就是 他所谓的主线是强制玩小游戏 即是叫做什么 像人龙七那样 如果他不让你硬称主线 一定要做任务 你要做任务的话 就花很多时间 其实这种时间 我不是欣赏这种复法 但是 这是很有效力将游戏拖起来的 即是说你不能 打完主线走 然后你 要慢慢去做任务 继续10故事 玩完之后 玩到要聊了几个10故事 分数到某程度才可以开主故事 现在当然是这样做的 人龙八都已经这样做了 我觉得 一来人龙七本身体量比较小 他要这样去炸时间 我觉得另一部分是 因为意外地 不少人只是打主线 意外地 真是意外的 大佬这么大的枪情世界 你不玩其他CAT卡东西 我觉得那些才是本体来的 大佬 你不弄多一些 可能是 你可以说他那些 外面那些衍生的 各种各样东西 都差不多 的确是的 但是你只是 可能是因为这样 因为他们有数据 这些连线就最大好处了 这些你怎样玩的游戏法 都有数据 他们分析完之后 可能浪费了他们制作的东西 他们想你体验多些 如果他说很长 我觉得大约只有40个小时 因为 难道你长得一个 难道你整个RPG DQ 都平等40个小时 难道你超过40个小时 是玩家坚持不了他 所以他说很长 但是不会长得 但是 不会长得 但意义上肯定 比日期游龙七都很长 我觉得可能 他说的体量 不只是主线 包括外面那些 言下之意就是 你不要只急着 打完主线就走啦 玩一下我们的小游戏啦 那一样东西 真的就是 首先人龙八的主 人龙八的重点是 SpyO 很多人都说 为了SpyO而拜人龙八的 其次就是 人龙系列从来都卖故事的啦 尤其是 虽然你学习故事呢 因为他 主线单薄 要灌大嫩水 结果那些人说他说他怕空洞 那变成了什么 其实你的游戏只有一个长字 就是一大人小游戏的 他骗时间 反而他说人中木村 因为本身的剧情 摆脱了以前的港黑图故事的话呢 剧本就可以 就丰富很多 真的只是玩剧本都够长 但是我人龙八有没有办法 只靠剧本 都可以四十个小游戏 我不太相信 如果你包含小游戏的话 这八个小游戏都可以 那些价格小游戏 我觉得这个是 商庭世界 和主线故事之间 本身有个不可调和的冲突 就是想 将它两个强行融合 就有少少的硬力 造成的问题 整个游戏的体量真的很大 如果你只是玩主线 就好像有点浪费 但是如果你又强迫所有人玩 所有人都弄了整个游戏 又有些太硬力 不是真的每人都喜欢的 很简单 最近我用人中目穿义的例子 人中目穿义只是我简单讲一句 它其实是两个故事 一个是原本的主线 一个是校园篇 两个故事是独立开的 他只是校园篇玩了十几个小时 扑他臭街 校园篇有八个社团 每个社团都是一个小游戏 你清晰八个社团才可以玩校园篇 你强行是什么 玩很令人烦躁的机器人战斗 人家扑街的地狱电单车 你还没玩偶步 本来很吸引 但是很痛苦的 玩小游戏 手指痛的 尤其是打拳 他玩拳击步的 还难玩正转打敌人 手指痛 所以问题就是在于被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又转了很多年 怎样令到小游戏不打机 很简单 每天要他强制打八个小时 然后还要做功课 还要写报告 一个月不到 他一定马上同时讨厌打机 非常简单 只要强迫他打机 类似的情况 不是一样 类似不原理 强迫是问题 不过这就留下他如何调和 我觉得这是不可调和的问题 留下他如何说 好了 我们说这个日刑中七外传 我们又说起我们几桑了 不是我特别喜欢讲他 是他特别多花生 那没人法啊 总长 拉回整条时间线 他自从被辱华之后被人选出去 自己用K双名义开始自己活动 开始放飞战 包括体操 接着就是因为辱华 所以特别多台湾的粉丝 因为特别多台湾粉丝 他亦都倾向多了去台湾 但问题是他每一次去台湾都有获得 每一次跟台湾合作都有获得 之前搞活动的时候 这次是什么呢? 应该是台V 我想很多人想开除他去台V 腾乃虹 先说我不认识他 我认识他 腾乃虹他经常跟台湾合作 但我现在看起来 我硬是觉得是贼他的名字 老实说 我想我们的听众 可能都知道谁是K双 又是谁知道腾乃虹的? 在事前 在未爆获之前 因为他经常贴上了 就拿K双名义 代他跟金V长合作 结果就发现 基本上是他单方面 说自己代表K双 而且他还要收钱 收收权费 结果他主办当局 跟VSocial那边问 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事 他是谈判破裂了之后 然后发现完全没有你了 VSocial那边完全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 你想想一个V跟任何人家商务合作 准备要签约 较麻烦 那时候就算是签不成 你跟大家说 你的经理人公司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知道哪有人在绶尝继续的 等于什么情况有些似 我现在又走出去 跟他说 我跟Tw magazine常常在合作 现在跟我现在 GED 跟 friendship 但特密不知道要是那边 就签约合作 你没见过杰特,不要紧的,我可以帮杰特签名了 这样的情况,类似这种状况 另一样要提一提,就是这个金V奖 虽然是今年才出现的 它整的那间,我不懂的,什么小仓电子 我不懂的,但是另一个大家知道 台湾公司,类似香港电台的存在 就是公共电视或者BBC的存在 它不是政府部门,但是是公众资金去给的 就是半个政府部门,你可以这样理解 哇,你公事做事这么随便? 即是到签约那一刻,你才... 所以它最后是夹着,就是因为签约那一刻 喂,大佬,腾义虹你没办法代表Kason 或者代表VSO做,去签约的 那你不过去找关会本人来 是这样才破局的 哇,真是这样的骗局 哎呀 绝对,不关于Kason 这个也在这条特拉厚工人 还在早几个少数 都是这一半星期之内发生的 因为它是V来的 它是V皮的 要找2DLIFE的通话师 去把它拆皮 再做一颊蜴的样子 他委托人家做的时候 委托完之后用了半年 以这里会穿崩 会胜 会穿帽的理由 首先一来不付钱 二来还要反告他求偿100万台币 我在想 什么皮质这么贵 我一开始以为你皮质100万台币 然后做完我不满意 要你退费 以为原本是这样 后来再看 听见一点 说不是 这样是合理的 没理由你一个皮有25万块币 结果当时说当年那位托费8万台币 所以这个数字就很合理了 8万台币还算便宜 我认之中可以去到4、5匹港币 一个好皮 由高手长时间量身订做的话 是有这个价格的 你想想 人家几个月只是服务 可能是 这样的情况下 收你几个东西 我觉得真是很天公气的 那这是成本来的 说真的 YouTube派衣是成本来的 那他就收了8万台币 但结果就说他穿帽 什么阻止我 求偿100万 你也很笨 然后 你还要是用银元 用这个这么低级的理由 大哥 现在V有多少个 是会完全不穿帽的 你看荷罗LIFE都做不到 荷罗LIFE都经常穿帽 虽然他们不是建筑建称 我知道 以技术建称的 人工智障 他都不可以保证百分百不穿帽 你给了十万九千七 真的一百万给人去做 都不保证的 你给一百万出来搞帽 我先说 我知道有人搞帽 搞了十几万港币 也好 你也不会保证帽是不穿的 尤其是他不知道你怎么用的 如果你喜欢拿来拼搅的话 一样会穿 你3A大族有时都会穿帽 现在是固定演出了 就是了 游戏是 怎可能V用这个理由去做什么 所以真的 全够数 先说V的八卦 我很少看的 但是这条牛仔真的难得太出类拔萃 还要是涉嫌欺诈 后面那宗是先发生的 最少是先爆炸 那时候人们已经觉得 最多就是衰业斗粉 你可以说他无耻 求偿 不代表你拿得到 叫鸡不给钱 就另一回事 理论上也算是犯法的 其实是违反 违反那个什么 当然他可以说他主张 他中间有一个抖翻 所以不给字 后面金V涨的单 100%是诈骗 因为3SOSO那边说明 我没有说过15000美金的授权费 不是 麦根正15000美金 成一匹的港币 你说多又不是真的有很多 有少少侧面反应就是 因为这傢伙真是欺诈成成 其中一种表演的仍然是人格障碍 即是说大话不用本那种 或是反思好人格 真的太过特别了 我只能说 我在这麽短时间 说不到全部的东西 我说完的话是转题 我不想说 我不想为了这麽人去开转题 所以就算了 OK 不过接下来 都是V 不好意思 又是V 简短点说 我不想详细说他了 三毛猫 即是我们香港九龙公圈泳池 一个推友 上次托了他一句 他反应大度抽筋 但我觉得真的没有托错你 他这次三毛猫 他本人 乱什么 我忘记了 即是出道 歌手出道 你到底有多少个身份 我记不住他的各种V皮 那些不同分身的名字 总之三毛猫 即是 老师 他说歌手出道 之前说不会影响其他东西 只有港元 不过算了 我又没有看过他 剩下的 或者是本地消息 应该关我们的 我完全理解不了 如果大家很多年前去CW也好 RG也好 你经常见九战那里 尤其是撞一层 当层就还好一点 他在四楼的话 四楼五楼经常是商铺又不开 又没有东西做 你知道九战那位 记不住 很多人就霸了一个位 或者是那些东西 有些人不开 总之他霸了一条走廊 在那里架 脚架 那些灯罩 你知道龙油多么恐怖 这些东西可以多起来 可以 这样就可以变成酷胜 但是在近几年 甚至近十年了 一来就是被施压 被狗箭长方施压 二来就是狗箭开始多人 多一些旅行团 现在都没有了 那些多了那些东西 变成那个场不再是死场 之前为什么会被他们 基本上都是死场 你都没有人的 你价格也没所谓 后来那些四楼五楼 那些都开始由店铺开了 星期日都开 虽然未必有很多人 只要没有团 但是总之人家正在开店 那你这样搞事就会阻到人了 那开始严厉执行 就严禁过你放脚架 你可以拍照可以停下 甚至暂流都无所谓 虽然后来好像武废期间 就变成港人了 现在就重新复偿了 今年这月也复偿了 今季 就是一街都是脚架 变回到最初的时候的情况 我觉得有两个 一例就是 因为他复偿了 不再用武废为理由 不断赶人 之前在武废的时候 拿着一块牌 叫你保持1.5米距离 我在想 怎么保持啊 整个狗子这么大 我们这么少人 怎么保持呢 我当时去过 大哥 你不撞肩撞肩 就算你幸运了 你不夹着你 就算幸运了 怎么保持1.5米 1.5cm 怎么随时保持不了 没关系 家里不要紧 总之现在就复偿了 但是有一样东西就没有复偿了 就是北上旅行团 和那些找他们水的店铺 可能因为这样 他们没有开 那些龙友就说 你都没有开 那我就又顾太伏盲 之前大家有个小小的心态 就是人家正在开店 又不要阻止人家开店 就是你自己找人 阻止人家衣食 又如杀人家父母 但是人家都没有开店 那我就照样霸 可能这样想 我不是龙友 也都不清楚他们 如果有人知道 可以补充 结果特别 开到四围也是 有些难题 有人说 是否最后一届 因为林收尾 因为已经说了 这届是尾二的 刚刚过去的星期 是尾二的 再下一届 应该是复活节 已经是最后一届 RG 往后就要拆 所以RG都不再弄了 CW就没有了 8万5 你要玩全个派对 你是不是先留下最后一届 难听说 你因为临走临别抽球 都没有下一次了 你玩个几寸也好 都不会影响了 你如果要抱着这种心态 都应该留下一次才弄 不用这次 你没有弄到 最后一届也弄不到 这样就很难看 虽然算了 有得它 反正我都没有了 我从来不去 总之这个尾二那届 就有些少少风波 看一看 RG 我想应该是最多人提 的COSPAY MVP 因为水源千岸 但是我想大家应该有听过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可能是同一层的 特别多人提 那是因为你悲观 我看到油字合影的好处 好像大概是这样 因为那个年灯仔的ID 是水源千岸 结果就是风平被害 很多是用他的图来改图 有人直接COSPAY那张图 戴着水源篇图的面具 我这样叫 拿回那句东西出来 铺连灯的ID出来 这届最搞笑的 不是很厉害 最搞笑的COSPAY 其他就没有去到 就看不到 至于北方邻角的新闻 我们准处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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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 搞到 新的管制 搞到恒指跌了300多点 正是靠他们跌了300多点 我觉得都准处理解释 但他们剩下不了 16点快要失手了 不要紧了 我们专题先讲 中国相关新闻 还有两宗小新闻 还没提及 我们讲回美国那边 又是一波三折 在我们两个新闻之间 首先是圣诞前 Apple就宣布 Apple Watch在美国下架 我们香港没有 英国也没有 那就是美国那边 因为他被人下禁制令 就禁制他售买 因为理论上 这个真的很少见 专利官司每一次 几乎每一次都会申请停止发售 通常都不成功 但是这次是成功了 通常你只要有得拗 法官或者法庭觉得他有得拗 都会批准暂缓执行禁制令 即就算批准也好 都可以暂缓执行 即是说我们拗完之后才禁制他 当然你可以说手机或者电子零件 你拖了两三年 一年半载 就已经买了七七八八了 即是 因为他今次选择是什么 他和马斯莫说的 血氧差人技术 就侵入专利的那些专利官司 这家公司我只看似乎 不是那些专利的将囊 真的做开这些东西 是的 真的做开这些东西 就是老牌公司 一打开官司 本来就说禁的 但似乎有些转机 首先就是他申请暂缓执行 法庭拒绝了 法庭拒绝了 如果他到最终都搞不定 那时才停的话 是停不及的 你要明白这些东西 你牵涉到全球销售网 运输的那些东西 你不可能到你死线那天才停的 不然你所有东西会间接 他是提早了一点 提早了一个星期 就是说既然你拒绝了 那我们停止我们的销售 已经出了的 或者已经买了的 会继续 好像去到12月24日销售到 是不是在逼圣诞宣传 圣诞前的销售 不重要 不重要 总之那时就停止了 然后他同时有申请这个紧急暂缓 就是刚刚的暂缓 这个是紧急暂缓 但是前面暂缓都退出了 紧急暂缓打定输数 结果刚刚今天的消息 紧急暂缓批了 就是说都是暂缓 是不是成功啊 批了他 所以其实是召售的 应该是没有停过的 还是停了4天 总之没什么影响 老实实 官司美元的 他这个只是禁制令 因为禁制令通常的情况下 要批就是有很充足的理由 你很明显是有机会去侵犯版权的 身份是他专利的 这样才会批禁制令 如果是有得咬都不会批的 可能真的 当然只是影响到有血氧烟的 专利功能的Apple Watch 我记得他最下位那只没有 反正他明年都在传说会大改版的啦 那你改版的时候可能是给他专利啦 或者是直接给他专利啦 给科学给专利啦 或者到时可能已经会有结果 因为如果现在不是那些专利将来公司 是真真正正的事 所以医药公司的话 要不要用钱去解决咯 看看怎么样 总之就是 暂时有惊无险 暂时而已 后面如果最终都是禁制令的 那也有机会的 另一单又是这些法定的事 就是Google Pay 之前输了给Epic 今次又再输一半啦 投降输一半 首先科学7亿美金 然后还要开放第三方巨大用 这个在美国那边输了7亿美金啦 首先给钱可以略过Google 跟Apple那边情况是一样的 基本上这方面 你都打定数数 如果Apple也输了 你这方面也不可能输了 情况就跟之前提到Apple的时候一样 其实实际上最多大部分 都应该会用 方便问题 这边就是Google Pay那边 Apple那边用App Store那边 依然都是 我自己答过 我自己答金流云的 但是Android这边有个好处 或者是不好处 因为Android里面 Google Pay其实早就不是垄断 它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是第三方的 先不说北方轮角过得太惨 北方轮角市占率 有超过1%的App Store 应该有十几个 如果就算你用5%以上 我印尽了8个 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 我做游戏的时候 我说大佬 你十几个地方想这样 我真的 每个地方都要收你 都要搞一轮 很麻烦的 所以那些东西就可以光明性大地用那些东西 而且可以用到这样的东西 可以像Google Pay那样 预载在上面 之前Android是不给的 Google不给他们这样搞的 现在就是可以预在他们的商店上面 而不一定要是Google Pay 这个有部分会关系到北方轮角 或者是买北方机的人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在香港要买北方机 因为那些是用不到Google的 或者是搞一轮 有些人很喜欢用小米 又会搞国际版 又搞一轮的卡东西 去装回Google Pay Google Pay在大陆用不到的 如果你不准备再装其他App的话 首先就会变成 我没有App Store其他App 这个App多是形容词 不是专业名词 我没有想到我如何装这App 当然其实实际上的方法就是 你用App Store的APP 去装进去 然后用那个App Store 装完之后再搞 但是这个门感就高了很多 我现在就可以找到一些厂 比如小米的机 出自己的小米商城 这样预载在机上 之前Google不给嘛 现在是不可以不给 部分是关于实际应用事的 也部分是关于垄断问题 等于之前欧盟版的Window 是不准备了IE的 那件事就 我觉得以Google来说 虽然好像投降数一半 但是其实基本上是入硬的 你除非是胜数 绝渺茫的胜数 就算Apple之前的胜数 都是要开的 你的所谓胜数都要开的 这些是基本上开硬的了 尤其是旁边的猪肉再前 Apple App Store这么封闭的环境 都要开了 你Google Pay不可能不开的 如果最终7亿就究竟一件 其实不可以叫他全轻 真的不可以叫她 7亿就成ция 算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如果要叫胜利 就是不用选择了 对Google来说 7亿美金 哎呀死了手 对我来说的很大 就是这位世纪官司 就是Apple和Apple打了一千日之战 这个数据都这么计算了 关我们的事 其实很严重的关我们的事 就是这个辟事 之前弹了公告出来 是弹出来的 我第一次见过 虽然我不是用了很多年 好像2007或2008年开始用到现在 好多年了 我第一次见过 弹出色公告 好像有什么事那么大量 虽然好像挺糟糕的 大量他弹救我 弹人也不弹出色公告 他只是暂来私讯给你的 他剷我的图 之前很搞笑 他说我们是不找到投照片的 然后我跟他说 我突然喜欢AI主演出来 先说不是人 是猫 OK不要紧 回回主题 他弹个公告出来就是 会限制使用者显示 可能不适当的投稿 好 这个措施指在防止使用者 违反各地区的法律 即是北方论那些 这些既是这样出例 不过不关北方论 应该就不关北方论国事的 简单的就是 因为不同地方 不同国家 有不同的法例 可能有些东西是不想他们见到的 不符合他们的各地区法例 所以我们会有些部分限制 首先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知道怎么判断 我认识的有人已经说 他全的图被人限制了 显示了 譬如说 这张图 譬如美国不准看 或者这张图中国不准看 不知道他用什么判断 可以自己认识的 譬如我的图全部不给中国人看 可以这样做的 或者全部不给日本人看 是可以的 不会有人告你歧视的 暂时没有了 但是也会有官方或系统自动 给你判断 我想象中最大的可能性 因为朋友是画罗图的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欧美不准看罗图 这些大家都明白的 因为Pixi受了非常巨大压力 因为日本的所有相关服务 都是受到两大恶势力 强烈压力 就是他们里面的恶势力部门 我这样说 会不会被人告非吧 随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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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挡取什么它们意论的色情网站 直到你去做成年认证 这个不是很喜欢它现在申请网上银行全会做的 就是要拍照、做展展模型 它说在我用这个 judge会叫你上网站 互用认证网站 在手机上你要用前置镜头拍一张照片 最搞笑的是什么呢?我有个朋友 他用的时候他说无法通过认证 我认为你30岁了 他比我小都三次了 无法通过成年认证 你怎么明白呢? 在鬼佬眼中我们亚洲人是多么恐怖 30岁都被人说不够18岁 是这么恐怖的 结果他的成年认证是我做的 痴痴 而且我觉得我做得到的原因是因为我留了数 留了数看上去就老十年了 很恐怖 总之他说要你做得更加强的成年认证 主动删除非法的识症内容 所谓非法识症内容就是导处 识症内容那类基本上是犯法的东西 那些你要主动删除 这些基本上是废话 他都是尽职审查 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出现 不过就是正常的会执行 这个意思 是不是很大影响呢? 其实就看你喜欢看什么 我觉得老实说 你喜欢看这些东西的话 你不会上这三个站 应该以我所认知 根据那些认识的人说我漂亮 因为那些通常要去一些 再深层一点的地方才找到 尤其是那些真人的儿童识症 基本上你在暗网以外也很难找到 甚至暗网也不容易找到 不是很待见的 我据说而已 是技术问题 我不识用 上暗网的人说 有些暗网是说明 你要毒品枪械什么都无所谓 除了义童识症 到底什么事啊? 虽然我理解 我们很难理解鬼佬的道德观 我理解这件事是犯罪 你可以买空杀人 你可以交易毒品 你可以买卖枪枝 但我不要嫁妻女 影片都不行 照片都不行 我不要理解鬼佬的道德观 完全理解不了 如果你说我们不犯法 所有人都不犯法 我完全理解 等于之前那些人 甚至是那些真人儿童识 我都认为那些应该拉去撤嘴嘴 但也好 但其他东西 你都是犯罪 你会杀人 不严重点 不要讨论这些问题 OK 不讨论这些问题 总之就是 在这样的价值观之下 欧盟又加各个东西 它正常是不会影响大家 大家应该就不会太影响大家 最非你是好这些东西 好 好 好 这些东西应该都会自己认识 去暗网那些新分 我不懂 总之就是不关我事 我不知有什么好看 老老实实 我不是扮什么 只是人片 我真的 我不关我事 我都不看这些 好 那今个星期 我以为会很短 照顾都隔了整个几钟 怎样啊 可能我们过半礼拜 还要年尾多新闻 我觉得压到在过半钟头之内 已经算是这样的了 好了 那下 2024年再见了 虽然有什么时候 吹斯佳茜已经是2024年了 但是不要管那么多了 那大家就特胆我们的年度总结 和今次的中国相关的新闻 我们专题再说 OK 拜拜